大家好呀 上一期我们讲的是OpenAI的GPT4 当时候讲的时候觉得哇GPT4怎么那么厉害 它跟GPT3.5真的是天差地别 一转眼一年多就过去了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呢 整个AI的社区也在奋力的追赶啊 不管是之前发布的Cloud3和3.5系列 以及是这几天发布的NAMA3.1系列 尤其是它的405B这个模型号称 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GPT4的水平 我们在过去几天也试了一下 它新发布的模型啊 也在405B这个模型上进行了一定的微调 我们感觉下来确实比70B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的 当然是废话嘛 那模型大了那么多 但是呢 你说它一定跟GPT4有那么好呢 但也还没有那么觉得 不过反过来讲NAMA3.1系列的发布也做事了 NAMA系列现在是目前开源模型里面的老大哥的地位吧 我觉得在一段时间之内 这个地位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NAMA3.5系列它背后的一些技术 在选择这篇文章是我其实也想过 可能对于绝大部分同学来讲 你可能就根本就不会去涉及到 啊模型的预训练这个部分 你很有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 那几万张H100 如果你有这个资源很有可能 你也把这个资源花在一些别的更有价值的地方 毕竟预训练这个模型你用开源就行了 但我觉得还是给大家讲一讲吧 大家就当做一个饭后能够吹水的一些话题吧 接下来我们直接看论文 NAMA3的技术报告 它的日期在2024年7月23号 然后这个团队现在已经好几百人了 所以作者就直接是说NAMA团队了 然后放在附录里面好几百个人去看吧 看一下摘要里面 其实它比较重要的话呢 就是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我这个语言模型 现在支持的主要卖点是多语言 代码推理和工具的使用 然后我们最大的模型是一个Dance的 就丑密的一个Transformer 然后它最大是一个405B的一个参数规格 它的Context Window上下文的长度呢 是128K 所以这里一个不同是很多比较大的模型 现在走的是MOE的架构 它这里还是选用了一个丑密的一个架构 128K这个呢不算长 但其实上对绝大部分是够用了 当然你可以TRAWO可以做到一百万 或甚至是无限大的一个上下文的窗口 但是但是那个东西呢 更多是一个宣传上的需要 从实用上来讲 其实很多时候32K都已经够用了 然后后面说我们做了很多评估 说跟GBT4打的有来有回 在评估上确实号称打到GBT4水平 还是比较容易的啊 但是确实在方方面面实用上还是比较困难一些 然后它说我们这个模型呢已经开源了 然后它还发布了一个叫做Guard3的一个模型 主要是对你的输入和输出呢 做一些安全上的一些改写 最后它提到呢 这个模型其实加了图片啊 视频和语音的一个能力的 但是通过的是一个叫做Compositional的方法 其实就是一个偏保守的一个方法 它主要是先把文本的能力拿到之后呢 然后看着加一加后面的这些东西 因为加后面这些东西 这为训练还是比较困难 特别在收敛上 所以这个地方它采用的是比较偏保守的一个方案 然后它号称自己的能力还可以 这就是这个摘要 所以看到它的主要卖点呢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稠密的模型啊 它的卖点其实传统的文本的大约模型的卖点 我们都已经用上传统这个词了 还是世界变化还是挺快的 接下来看一下导演部分 导演部分呢 做了一点点科普啊 它说现代的Foundation模型啊 这个用的现代这个词 我也不知道Classical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现代过于现代一点 它说现在主要是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叫做预训练阶段 这个阶段呢算法上比较简单 就是你用大量的这种数据呢 然后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下一个词的预测上面 第二阶段呢叫做后训练阶段 你去让这个模型能够去 按照你的指示做一些事情 或者说对其到一个人的喜好上面 或者呢是去提升一些特定能力 比如说写代码呀或者做推理能力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GBT123 它干的事情就是一个预训练问题 它本质上是在训练一个语言模型 然后instruct的GBT 以及后面的RHF 其实就是一个后训练的一个过程 所以用现在比较modern的话来讲呢 我们之前还是叫预训练啊 现在后面那个阶段都叫后训练了 后面段是之前的一个重复 然后他说我们这个里面呢 有三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就第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数据上面 NAMA系列呢还是喜欢堆数据的 它从NAMA2开始就这样 NAMA3呢把这个数据堆到了15个T 而且是多语言的上面 15个T啊 我觉得是目前在公有的网络上面 能够抓到的文本数据 大概的一个上限了 就是说你还是可以抓到更多的数据 但是呢 与其把这个数值变得很大 不如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更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15个T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值了 如果你有15个T数据 你也没必要再往上面卷了 很有可能啊 但第二个是说我变大了 我觉得是405B吧 然后第三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第三个呢 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说是这一个系列的一个弱点 但是呢 他把这个弱点写成了一个feature 这也是写作上面 但从使用角度上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说呢 我们的设计选择呢 就是想去最大化我们能力把整个模型的过程 scale上去 说白了就是尽量不变东西就是把它做大 比如说啊他们用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稠密的transformer 这个你原始的transformer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他也没有用MOE这个架构啊 现在很多啊 模型厂喜欢用MOE这个架构 我们有空也可以大家讲一讲他的好坏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说我们采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后训练过程 他就做了一个supervised fine tuning 就sft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他跟预训练没本质区别 除了数据长得不一样一点 和一个reject sampling和dpo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来门的算法啊 还没有用比较复杂的 我们其实之前讲过的rihf 所以在讲rihf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说那篇文章啊 用的算法过于的fancy 其实没太多必要啊 就是过于复杂一点 所以现在业内也是这么认为 但实际上来讲啊 如果想把效果调的很好的话呢 这一套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他不那么稳定 就整个这一段 他的核心思想是说 我其实没有用什么复杂的东西 我模型也没有太变 后训练这一块 就是比较强调算法的这一块啊 他也没有用什么复杂的东西啊 就是可能如果你在做 这种post training 很有可能你也是用这一套算法 所以整体来讲 就是说我用的算法都比较简单 但是所以我这个复杂度就比较低 但是从实用角度上来讲 也许没错吧 就是说你用了上一代模型 迁移到下一代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确实是从 如果你要从学术角度啊 或者说从noverty角度来讲 其实可能你可能期望 他能够在上面再卷一卷啊 这个东西反正确实是一个 design choice吧 但我还听到一些bug的消息啊 就是说他们劝了个最大模型的时候 其实是dance的模型 和moe的模型同时训练了 但是呢moe模型没训练出来 所以最后就把那个dance的发出来了 另外一个是说 他们在做后训练的时候 其实这一块也做了 就是效果不那么好 所以最后发了一个简单出来 所以这个反正这个模型发出来 是给开圆嘛给大家用嘛 所以简单一点其实也挺好的 然后导演的后面部分 其实也就前面的一个概括 他主要看一下这个表 就是他的主要结构的一个表 这里主要是三个系列 8B 70B和405B 在各个不同的这个 这些评估上面的一个数字啊 我觉得这一年半弄下来 我现在对这个数字比较审美疲劳了 就是看你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这也列了说 跟别的模型的比较 我觉得别的模型比较 你就别看了 这个东西 他这里玩了一些小细节 我们一会儿来讲 他玩的是什么小细节 主要可以看到是说 他自己系列三个 不同大小模型的一个比较 可以看到说 模型变大之后 在某些上面的提升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MLU系列啊 这个是原始的MLU 这个是一个新一点的 稍微难一点的 主要是各个考试里面的多选题 他考察的是你的知识面 核心是想是 只要你把这个东西记住了 你就比较猛 RF EVO呢就是说 就看的是你这个模型 对各种指令 就是我让你把我写个什么东西 你就写了 或者说我让你说 就写一句话 不要写了一句话 你就写一句话 就对指令的一个理解 然后MLU大概也是 几年前的评估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也overfit了 所以这个稍微新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可以看到啊 8B是48.3 然后70B是66.4 然后405B是73.3 所以你能看到他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感觉上模型越大的话 确实他记住东西越多 所以这样子的题确实是更加有优势一点 然后你看这个根据指示来讲 8B80 87B就87 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但是70B到405B倒是 这一点点差距就不那么明显 所以你就是可以感觉说 如果是知识面的话 当然你模型记得越多也好 如果你是确实根据指示来做呢 70B感觉还不错 然后你再看一下 他为什么有两个MMU呢 他这里有写了个括号 他说第一个是说 每一次做题的时候呢 我挑五个题作为fue short 让你这个五个道题是这样子 答案是这样子 然后第六道题做一下 第二个就是说我不做fue short 但是我要你COT 就是每次做题之前 我先让你提示你说 想一想 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做 然后让模型框框框框去输出之后 然后再输出答案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取巧啊 就正常情况下 你就是zero short没有COT 就给一个答案 就直接出结果对吧 但是他这里要做两下 这是因为啊 NAMA系列模型呢 其实在调教上是一般般 他要么就需要fue short来辅助 要么需要COT来辅助 你可以看到后面都是有COT 各种COT 甚至后面是有个八个short 有些是又有些是zero short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调的 就是说给一个评估数据集呢 你能调你选用多少个short 是不是用COT 然后你看哪个参数 你这个占优比较大 你就你就把它列出来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有时候也有点点小鸡贼 横向比较跟别的模型比 你就看一看就行了 因为大家总是挑一个对自己友好的 你关注的还是 你自己模型内部一个比较可能更有意思一点 下一个是你的代码呀 Human Evil 就是说写代码的一个水平 可以看到8B和70B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质等肥约 但是感觉 这个的还好 405B确实有比较大的 这个就是比较少了 数学上 数学上8B和70B也是一个质等肥约 然后到后面 95和96 66、68和73之间感觉没那么多 Riseling 同样也就是8B和70B差别比较大 但是405B和70B差距 就那么一两个点 我觉得不大 工具的使用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上线文 和一个多语言的一个测试 就整体来看吧 我觉得70B跟8B比确实差距还是很显著的 但是70B要跳到405B 在现在的这些评估集上呢 我觉得有时候比较大 有时候不大 确实说 你如果你的应用比较关心质量的话 70B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你的应用特别复杂 也许405B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405B等候我们会讲到说 它在训练啊 以及它在推理上 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 70B我觉得 目前的训练和推理成本 都是非常OK的一个水平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导演部分 在讲更多技术细节之前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们发布的这个Blog里面 还有一些什么额外的东西 这里做了一些演示 它展示的这模型的几个功能 第一个是 之前说的它的卖点 工具的使用 它工具使用 这里有一个视频讲的是 你说白了 就是你让模型来给你写的代码 然后再执行这个代码 把结果发出来 然后你这个结果其实可以作为 Prompt一部分 你可以让它继续去往下去执行 当然实际上呢 它跟你模型能写代码 其实也没有本质太多区别 你也可以让模型生成一段代码 然后你把这个代码复制出来 运行运行完 达到结果直接插入进去 其实手动做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第二个应用它的卖点是 多语言的那里 它这里给的一个样例呢 是给你一个图片 然后让你把这个故事 翻译成西班牙语 这个是405b的一个速度 可以看到啊 大概每秒钟 30个token的样子吧 它应该是8卡的 h100座的serving 所以这个模型还是比较贵的 接下来呢 是一个比较复杂推理的问题啊 给你一些图片 然后说 我有三个 衬衣五条短固和一颗太阳镜 然后我要去旅行十天怎么样用 它就给你 狂狂狂给你做一个 比较详细的一个reason 但是这个reason 你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也不算经验吧 就是虽然看上去很多 实际上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 最后呢 是一个代码的助手 让你写一个 什么 写一个妹子 一些迷宫的算法 然后你看他就给你写算法了 这个就是比较作急啊 这个速度 你看到他写完 基本上几分钟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忍的 因为现在你用open啊 或者说github的corpilot 它的代码生成的速度 比这个快太多 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做挺好的 现在是一分多钟过去了 它还在生成 然后呢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啊 mystrel这个团队啊 在nama3发布之后的第二天 就发布了自己的模型 它的名字呢 取得非常的有针对性 叫做large enough 它的核心时候发布了 mystrellarge2这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应该是120B的样子呢 他说 虽然我的模型没你400B那么大 但是已经够好了 所以啊 就非常针对性吧 你看他的结果 这个地方啊 结果有两张图 一张是讲代码的那里 X轴是你模型的参数的大小 从0到400B 然后你的Y轴是你代码生成的正确率吧 然后他就写了自己和nama3的比较 nama3.170B在这个地方 然后large在这个地方 当然比他好一点 模型大一点 但是他的主要卖点就是说 你看我跟你405B的模型差不多一样好 但是比你小很多呀 红色的框框就表示说啊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模型的大小 跟你的性能啊 应该是成一个线性的关系 这是比较舒服的 所以你看nama400B就不行 你看我才是最好的 性价比最高的 然后数学上啊 也是一样的 他就比120B比70B要好 然后比甚至比405B要好 然后后面的很多结果啊 就是都是挺有针对性嘛 就基本上就是针对着你nama来 然后拿个GVD4来给大家 他垫一下 基本上就是针对着你来做的评测吧 他们两家也是恩怨怨啊 因为Mistro呢 这个团队其实是nama一的团队 就法国团队出来创了业 一些人出来 然后出来之后 就基本上就是对着干 然后相互有一点点那个 我觉得有点恩怨啊 就Mistro说 你看我核心团队都出来了 然后nama团队说 你看那个走的团队 也不是我们核心团队 我们现在人才积极 他们之前还有一些别的恩怨是说 当时候nama2出来的时候呢 Mistro发布了一个模型啊 就大概是宣传上好像是说 我们啊 像是我们自己做的吧 实际上后来被大家发现是 其实你就是拿nama2 然后做了一下 continue pre-train吧 或者finetune了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 Mistro还是一个早期的创业公司啊 他当然没那么多资源 所以能快速出的东西是这样 但这样子可能让nama他呢 就特别的不爽 所以至于在nama3的时候 他就更新了自己的一个用户协议 加了一句这样子的话 可以看到 如果你用了我们nama3的材料啊 用来创造训练 或者finetune 我认可干的什么事情 AI的模型 然后呢 你甚至发布了什么东西呢 你必须要把nama3放在你的名字的里面 有点像是说 你用在我的论文的基础上呢 做了一个新的工作 你得把我论文的名字 放在你的标题里面 还得取上我的名字啊 这个感觉有一点点的八万条款 我觉得其实也真不至于要这样子 毕竟你模型都开源了 对吧 然后前几天 我还碰到一个nama团队的成员 我就说 你怎么看那个Mistro发的这个结果呀 然后nama团队的成员是说 哎呀 他们那个模型啊 也就是代码和数学还行 别的都不行 所以吧 就是大家相互黑吧 我们就给大家讲了讲 这个nama3的一些结果啊 和他在干什么事情 和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八卦的 就讲了20分钟了 接下来的技术细节 还有很漫长 估计至少可能一个小时吧 过去一年半在创业啊 时间比较碎片的话 所以但是我还是想说啊 把这个能用的一些时间给用起来 能够每天录个几分钟也可以啊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录个20分钟 那我说啊 那我们这一期先讲了一些通用东西 我们后面技术录了之后 我们再发下一期了 我们再发现了一些通用东西